天常真的吓出鼻涕来 太震撼了 吃了无敌心 赖庆德抛出震撼 但无视当家蔡英文 王世坚要他先甩包袱 赖庆德已经这么勇敢 而且非常坚定的要参选 应该宣布退出新潮流 被派系绑架 就怕赖庆德迈不开脚步 王世坚给建议要清流 超越派系参战抗寒流 同时也要蓝营推最强人选 蓝 绿 虾这三方面 都让最强的出来 借由2020的大选 大家把我们国家的定位 台湾的前途一次论个清楚 两党殊死战2020正式展开 眼看绿营强棒出身 党主席吴敦颖梅德贤 争取万分之一机会 似乎就是为征召韩国瑜埋伏笔 要保留一张 可以比较有机会 制胜的王牌 7月份 这个党内要做任何的 是 征召或者什么 一定设法在更前之前 就能够征召人出来 8月左右 召开全国党代表大会 对 作为最终一个阶段的认可 蔡赖直球对决 依时辰进行 最慢4月17号就会推出人选 相较之下来因太阳相争 恐怕耽误大局 也难怪2020殊死战基层 先一步酝酿 拱韩国瑜 接着黄明君和文萱 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